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忠臣能臣 他的英名主要源于两件事情 第一是他写的那首诗《石灰银》 这首诗您肯定会背啊 小孩的诗歌启蒙必背的诗篇之一 正所谓诗品及人品 于谦用这首诗告诉我们 只有做人清白才能一身正气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那么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 公元1449年 蒙古瓦剌首领野先 率领大军南下 一举包围了明朝守护北京城 当时的北京城里边缺兵少将啊 明王朝是危在的安息 当时正是于谦不避身死 坚决抵抗 最终成功打退了瓦剌人的进攻 这场战役始称北京保卫战 也叫京师保卫战 因为这场战役的胜利 明王朝的统治得已延续两百年 那么这样一位一身正气 对明朝有着再造之功的大忠臣 为什么会被杀呢 关于于谦的罪名 史料记载时任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给出的说法是 盈利外藩 所谓盈利外藩 就是把北京城外边的藩王 接到北京来立为皇帝 在明朝这是谋逆 可是身为大明忠臣的于谦 真的犯下了如此大逆不道的罪行吗 奇怪的是 史料当中又有这样一段记录 说在准备处死于谦的时候 明英宗朱祁镇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于谦实有功 奇怪吧 既然于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可朱祁镇最后还是杀了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几百年来说法很多 有人说是因为于谦为人耿直得罪了人 有人说是小人陷害 也有人说是因为政见不合 皇帝容不下他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咱们就来解密 这件明朝第一冤案 先说说于谦其人 于谦生于明洪武31年 也就是公元1398年 浙江杭州人 少年时期呢 他就酷矮读书 至存高远 历代文人当中 他最仰慕的是文天祥 从小就说自己将来要做文天祥那样 有气节的人 括号 他真的做到了 永乐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1421年 于谦考取晋士进入了官场 宣德元年 即公元1426年 因为参与平定汉王朱高旭的谋反有功 深得名宣宗的器重 于谦先后巡抚山西河南等地 不久又越级一提升 当上了兵部侍郎 一句话 从永乐朝到宣德朝 于谦试图坦荡 很顺利啊 然而到了明英宗朱祁镇上台 于谦就犯了小人了 他得罪了谁呢 宦官王镇 怎么得罪的呢 当时朝廷接到报告 说广西发生流民叛乱 于是派于谦前去镇压 可是于谦去了发现 所谓流民叛乱呢 那纯属瞎扯 实际上是 宦官王镇指使他的弟弟 在当地大肆圈地 导致大量农民无家可归 于谦一身正气 巨石上奏 最终为百姓讨回了公道 就因为这件事 他得罪了王镇 但是这件事情 却并没有扳倒王镇 没过多久 他自己还差点被王镇 给害得丢了官 那么您要问了 一个宦官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这是因为 此人跟时任皇帝的明英宗 关系确实不一般 什么关系啊 半读 原来明英宗他爸爸死得早 于是英宗七岁就寄了位 当然了 小孩不懂国事嘛 那个时候有母亲孙太后摄政 而他呢 则是这个宦官王镇 给他陪着读书成长的 不过这个王镇的本事 并不是读书啊 而是逢迎和套路啊 反正是弄得这个小皇帝 对他言庭替存 甚至都不叫他王镇 不叫名字 称他为先生 那这就麻烦了 你想想看 以太监为先生 这个皇帝能是什么水平呢 果然 没过多久就出事了 什么事 学过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 明朝历史上有一件大事 一个大的变故 叫土木宝之变 公元1449年8月 蒙古瓦剌部侵犯边境 从来没有领过兵的明英宗 突然提出要御驾亲征 当时于谦等一众大臣 是竭力反对啊 可是年轻的皇帝 谁都拦不住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的先生 宦官王镇在背后蹿躲 结果在土木宝 今天河北张家口市的境内 因为仓促出征 准备不足 明军50万人让瓦剌 打的是全军覆没 不仅兵不尚书 护不尚书 等66名大臣战死 英宗皇帝本人也被俘虏了 那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 消息传到北京城 后宫全乱了 女人们枯作一团 满朝文武乱成一片 怎么办 当时后宫的女人反应快 拿钱书人 当时英宗老婆前皇后 连忙搜集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派人送到了蒙古瓦剌部 可是瓦剌人 钱财照收 人根本就不能放 为什么 放了你就不再送钱了 搁我这 你不断送钱来 是不是 千载难逢的人质 只要有他在 可以不断的从明王朝索要钱财 如果进宫 还可以把他当做肉盾挡箭牌 怎么能够轻易放人呢 那段日子 瓦剌人对明英宗 那好吃好喝好招待 可是想走就没门了 土木宝之变 彻底改变了明英宗 朱祁镇的命运 当然 同时也改变了于谦的命运 那么 这件事情跟于谦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而所谓 盈利外翻的罪名 又是怎么扣到于谦 头上去的呢 下节说 上节说到 明英宗朱祁镇 遭遇土木宝之变 成为了瓦剌人的俘虏 当时瓦剌人是借机百般敲诈 让明王朝陷入了极度的危机当中 怎么办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 面对大明王朝 自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在关键时刻 还得说有一个人 有魄力 有担当 敢负责任 这个人就是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 他出面了 也只能他出面 因为当时朝廷里的内阁重臣 以及正部级的官员 都跟着朱祁镇出征 战死在了土木宝 那孙太后出面干嘛了呢 他下了一道意职 立英宗朱祁镇两岁的儿子 朱建身为皇太子 成王朱祁玉 明英宗的异母弟弟 为摄政王 孙太后的这个决定 无疑对于稳定朝局 起了关键作用 毕竟朝廷有了领导人了呀 那么说到这儿 咱们要说一千了 前面说过 明英宗朱祁镇 在处死于谦的时候 所给的罪名是 盈利外藩 外藩指的是谁呀 就是这个成王朱祁玉 可是这个盈啊 跟于谦其实压根 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为什么呢 刚才咱们说了 任命朱祁玉为摄政王的是谁呀 是孙太后啊 这个时候于谦不过是 兵部侍郎 副部级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权利 调外藩入京 还有一个事实 那就是朱祁玉 虽然是个藩王 可是根本就不是外藩 他就在北京城里边 朱祁镇在御驾清征之前 甚至自己还下过一道旨 指定他出征期间 由这个弟弟 成王朱祁玉 负责监国 就这一事实来说 所谓盈利外藩的罪名 对于于谦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 诬陷破脏水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罪名 安在谁头上都不成立 但是史实确实 这个罪名就安给了于谦 到底为什么 咱们先接着说这个当时 话说瓦剌抓住民营宗之后 感觉就一个字叫爽 8月23号 瓦剌部的太师野仙 挟持着皇帝朱祁镇 来到大同城下 对大同首将说 只要你们付给足够的赎金 我就把皇帝还给你们 大同首将 郭登信以为真 咱们得也把皇帝赎回来吧 立马是上下搜集银子 好不容易搜了一万多两 赶紧给野仙送了过去 可是野仙这个人 不讲武德 不讲信用 收钱不放人 贪婪的野仙是 攥着朱祁镇的 沿着明朝北部边境 各个关爱 那是沿路要钱 一要一个准 拿钱不放人 你还没法打 皇帝在他手上 你说这个瓦剌人爽不爽 就不要脸的人就这么爽 而且你更想不到的是 就这么爽 野仙还不敢 还不够 他还想要干一票更大的 什么呢 经过土木堡执意之后 也先发现 北京城空了 只有一些老弱残兵 而且连个数得着的战将都没有 既然明朝皇帝在自己手上 那我为什么不一举拿下北京城 说不定一下子把明朝给灭了 恢复我大元光辉呢 一众人马浩浩荡荡荡 煞往北京城 消息传到京师 不用说朝廷上下又是一片慌乱 有一个叫做徐城的汉林就说 皇帝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这仗没法打 干脆咱们迁都吧 迁回南京去 他一说完 所有人都不吭声 面面相续 也不敢答应 心里其失千肯万肯 但是不敢这个声 就在此时 有一个洪亮的声音 打破了沉默 谁说把首都迁到南京去 就应该斩首 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啊 正是于谦 于谦当时慷慨陈词 他说危急时刻迁都 势必造成全国人心惶恐 而人心一旦不稳 国家势必威亡 他主张坚决抵抗到底 这里必须说 其实首都空虚 缺少战将的情况 历史上还有过一次 那就是北宋末年的 汴京开封 所不同的是 北宋朝廷无人主战 以致发生了靖康支持 而明朝索性有于谦在 这是明王朝的万幸 很快 在于谦的慷慨陈词的影响之下 吏不上书王子等人 开始支持于谦的主张 随后 成王朱祁玉 也在孙太后的支持之下 接受了于谦 坚守北京的建议 决定和蒙古瓦剌部 决战到底 可是面对守军不到十万 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军心又不稳的局面 朱祁玉一筹莫展 这里咱们又要说说朱祁玉了 他根本就不是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料 他不是那块料 其实也难怪 他比哥哥朱祁玉小了不到一岁而已 而哥哥七岁就坐上了皇位 他还能想什么呢 他从来就没有过更大的想法 以至于后来 他就照着那个纯公子哥那个路数在走 那这个时候突然让他监国 让他设政怎么办 那就只能仰仗于谦了 那你要问了 于谦是近世出身 文官呢 他会打仗吗 要说这个于谦 确实没有领过兵 也没有打过仗 可是他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建议朱祁玉立刻下令 南北两京和黄河以南的备操军 也就是预备役部队 以及沿海一带的备窝军 也就是海防部队 还有周边各府的运梁军 迅速向北京集结 一句话 要动员全国的力量 打好这场北京保卫战 命令下达之后 全国各地各路人马迅速向北京集结 兵力很快达到二十多万 粮草也足够支撑半年 一下子人心就稍稍的稳了一稳 这个时候朱祁玉就觉得呀 于谦那真的是非同凡响啊 这个北京城的保卫战就看他的了 对了 原来的兵部尚书在土木堡战死了 魏才空着呢 于是朱祁玉下旨 提卓吧 卓于谦为兵部尚书 全权负责京师保卫战 您注意了 就在接手了这个重担之后 于谦提出 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 才能打胜这一仗 什么问题呢 瓦剌人手中的人质问题 前面就说了瓦剌太师也仙 纯粹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绑匪流氓 无赖不要脸的家伙 拿着皇帝不断的要挟朝廷 漫天要价 而且双方一开战呢 他把皇帝往镇前一放啊 往前一推 这个仗你就没法打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换皇帝 釜底抽薪呢 让也仙手中的王牌失去价值 当时朝中的几个重臣 包括李部尚书胡英 吏部尚书王侄 以及兵部尚书于谦 还有其他大臣 就联名给孙太后上奏 请求孙太后批准 立城王朱祁玉为皇帝 注意了 这个办法最初是谁提出来的 史料当中可没有记载 但是确实很有可能 是于谦最先想到的 为什么呢 前面咱们说过 于谦最爱读的书是孟子 而孟子里面 孟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叫什么 以为众 社稷赐制 君为卿 今天我们说 就是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只要影响到了人民 影响到了社稷 皇帝可以换呢 那么对于 众位大臣的提议 孙太后 做出了什么决定呢 面对蒙古瓦剌人的压力 孙太后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 她下意旨 黄太子又冲 成王以早正大位 以安国家 意思是 黄太子年幼啊 就由成王朱祁玉继位 以安定国家吧 在这个意志当中 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 得确保朱建身的太子地位 那么成王朱祁玉 什么态度呢 按照我们的理解 突然当个皇帝 天上掉馅饼啊 可是您猜怎么着 面对太后的意志 这位成王朱祁玉 坚决的拒绝 不管大臣们怎么奏情 他是坚决不当 这里又要提醒您注意了 朱祁玉最后当没当的 当了 使成名代宗啊 怎么当的呢 于谦出面 一番的话说服了他 于谦说 我们这些大臣 完全出于对大明江山的设计考虑 根本不会想到个人的利益 这话说的很到位啊 言下之意 还有弦外之音啊 你成王也应该从江山设计安慰考虑 不要考虑一己得失 就因为这句话 就把朱祁玉别在那了 只好答应啊 几天之后登基大典 朱祁玉尊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改年号为景太 由此可见 在朱祁镇这个皇帝还活着的情况下 明王朝最高权力发生了更迭于谦 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必须承认于谦此举完全正确 为什么 下句说 前面说到 在于谦的劝说之下 朱祁玉坐上了皇位 英宗朱祁镇成为了太上皇 而正是这一举措顿时扭转了局面 再说当时 当时蒙古瓦剌部的太师也先 挟持着英宗朱祁镇率军士一路南下 很快攻到了北京城下 当他看到北京城守军严阵以待的时候 他乐了 他压根就没把明军放在眼里 为什么呢 有他们皇帝在手 这一路不都这么打过来了吗 这个北京城 那肯定也是一样化葫芦啊 然而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却让他再也乐不起来 什么插曲呢 当时有一个投降的太监叫喜宁 他对野仙建议说 咱们把皇帝压到镇前 让京城的文武百官出来赢价 然后让他们付一万万两银子 野仙一听啊 可以试试啊 一两百银的是不是 可没想到 当他们喊完话 京城守将回答了 来天地宗舍之灵 国有军仪 意思是感谢上天 我们的国家有了新皇上了 到这个时候野仙才知道 他手里的人质啊 没用了 怎么办 无奈之下 野仙只好硬着头皮攻城 可是他没有想到 于谦早有准备 面对瓦剌的骑兵 埋伏好的神机营是炮火骑名啊 把这个瓦剌骑兵打得落花了水 野仙的两个弟弟也被当场击毙 攻城的时候 城中守军更是不畏生死啊 毫不后退 为什么 于谦有令 后退者斩 于谦本人也是亲茂史实 上到了城楼之上 与瓦剌人拼杀 就这样 双方在京城周围 整整相吃了五天 到第六天 野仙眼看着没有占到便宜 又听说全国各地的秦王兵马 已经接近了京师地区了 他怕被断了后路 给包了饺子 只好带着太上皇朱祁镇 向西退去 而野仙一退 于谦带着民军官兵是乘胜追击 直接把他们赶出了关外 由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胜利 那么故事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要问了 这个朱祁镇既然被瓦剌人带走了 他又怎么可能下旨杀于谦呢 这就得说到北京保卫战的第二年 第二年 野仙派使者到北京来要求议和 并且主动提出 把朱祁镇还给冥王朝 听到这个消息 大臣们就开始讨论了 派谁当使者到瓦剌去 把太上皇朱祁镇给借回来 听到这些话 有个人不高兴 谁呢 这个时候的皇上朱祁玉 朱祁玉说 本来我就不想当皇上 你们逼着我当 什么意思呢 意思很明白 当初你们逼着我当皇帝 现在又要把太上皇借回来 你们拿我当什么呀 拿我这个现任皇帝 当什么呀 往哪放啊 一听这话 大臣们闭嘴了 这个时候 于谦又站立 他对朱祁玉说 陛下 您的位子已经稳固了 应该把太上皇借回来 因为于谦的这句话 朱祁玉才勉强同意 派使者把朱祁镇 赢回了北京城 不过人是借回来了 可是朱祁玉对太上皇 那是防范十二分 怎么呢 首先 他把朱祁镇安置在哪 南宫 紫禁城东南角 一个荒弃的院落 不但派锦衣卫严加看守 大门还上锁 平时就留一个窗口 跟外界联系 这还不算 后来干脆往锁眼里边 灌上铁水 就是不打算让朱祁镇出来了 那么生活上 朱祁镇过得怎么样呢 史书记载 日以针绣出帽 或母家威有所尽 以供御实 说是太上皇朱祁镇一家 日子过得非常之苦 最后不得不靠着皇后 做点针线活拿出去卖 或者由皇后的娘家 给点补贴 才能够勉强度日 不过这一切 朱祁镇都忍了 毕竟他还有点指望 因为他的儿子朱建森 还是太子 可是他没想到 没过多久 他的这点指望 也没了 怎么呢 因为有一天 朝中有91个官员 联名上了个奏折 请求皇帝 更换皇太子 朱祁玉二话没说 准 原太子朱建森呢 就被改封为遗王 朱祁玉的儿子 朱建计成了太子 不用说 这就是朱祁玉搞的鬼 那么问题来了 眼看着朱祁镇的一切 希望都没有了 他怎么能够下旨 判处于谦的死刑呢 事情 关键是后边起了变化 变化还很突然 刚刚当上太子 没多久 朱建计不幸夭折 而朱祁玉因为不堪打击 就直接病倒了 丧子之痛吗 为什么呢 因为朱祁玉就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一死 他后继无人 那您要说了 朱祁玉年纪不大 那再生呗 实话说 起初朱祁玉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谁料想 自打儿子去世之后 他的后宫就一直没动静 更糟糕的是 他的病情还越来越严重 景泰八年正月十三 元宵节前两天 按照规矩 朝廷要举行祭祀大典 可是朱祁玉呢 竟然是接连吐血 无法主持大典 怎么办 当时几位众臣就商量 做个准备吧 要不奏请恢复朱建身太子地位吧 最好大家一起上个联名哲 这样对皇帝朱祁玉有点压力 于是你签我签大家签 这个签名一直签到了晚上 大家商量好 第二天早朝 就把这个联名哲子呀 给上称皇帝朱祁玉 可是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一上朝 大家发现 宝座上坐的不是朱祁玉 是中西镇 这怎么回事啊 原来就在正月十六那天 大家忙着为恢复太子的 奏折签名的时候 大将军石亨太监曹启祥 还有左都御使徐有珍也没闲着 他们三个人密谋了一场政变 在正月时期的凌晨 把太上皇朱祁镇从南宫揭了出来 并且直接送上了皇位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也称南宫复辟 那您要问了 皇位被抢 难道朱祁玉就没有反应吗 不反抗吗 史料记载 朱祁玉啊 还真是没反抗 为什么 他一直病着呢 而且病得很重 一个多月之后 他就因病而去世了 接着就有人弹劾于谦了 弹劾的奏章怎么说的呢 主要是这句话叫 欲照外翻入籍大卫 事遂传闻情诗显著 意思是说 于谦心里有这个照外翻入京的想法 这事虽然是传闻 但我看很显著 这叫什么 这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但是朱祁镇批了 判于谦谋逆 处即刑 事实上 从事情的整个过程 我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于谦的坚持抗战 可能就没有明王朝 后来的两百年 如果没有于谦的劝说 朱祁玉当年就不可能同意 接回朱祁镇 换句话来说 于谦不仅挽救了明王朝的命运 甚至还挽救了朱祁镇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朱祁镇 不知道吗 不可能 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判于谦以死刑呢 有学者认为 其实所谓小人诬陷 所谓于谦为人耿直 甚至所谓民为众 君为轻的思想 这些说法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朱祁镇政变成功 恢复皇位之后 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那就是政变的合法性问题 正如左都御史徐有珍所说 不杀于谦 此举为无名 所以于谦必须死 他是朱祁镇复辟的牺牲品 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与否呢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见证传奇 嗓门评论小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爱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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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